二月份是癌症预防月 但是讲到癌症呢 人人是稳之色变 不过知识就是力量 因此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一些预防癌症的一些知识 还有一些正确的一些讯息 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呢 请到了华人癌症教育讲座的 主办单位代表 林生辉女士来到节目当中 林生辉你好 你好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呢很多人谈到癌症呢 其实心里面都一直觉得说 能不要提就不要提 因为呢觉得说这个 好像说讲多了 说不定就会发生在自己生活的周遭 但是其实呢 癌症呢其实是一个可以 提早发现提早治疗 那么对于自己的一些 如果说你在平时生活当中的 一些预防的一些知识 如果你能得到很多知识的话 你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预防方式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您呢就是属于这个 这个华人癌症教育讲座的 这个主办单位之一 那其实您现在主办 这一样子的一个讲座 主要目的就是要更传播 这样子的资讯 对我们就是要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 要怎么样防癌怎么样抗癌 其实虽然你讲的越早是越好 那而且呢 知识就是力量 这是可以救命的 那我们跟这个希望城办呢 有更大的目的 然后他们有很多新的发展 可是呢一般华人 一般华人因为这个语言的关系 他或者是文化的关系 他们不知道希望城有这种新的知识出来 所以说呢我们办这个讲座 就是希望能够把希望城的知识 来给这个中国 讲中文的民众知道 华人观众 对华人观众知道 这样比较 这很难的机会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教育讲座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 那参加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是2月15号就是这个礼拜六 2月15号早上10点到下午2点 参加的方式就是 你可以上网或者是打电话 需要预约吗 需要预约 因为我们准备了200份免费的午餐 如果你不吃午餐的话 你也可以来 因为这个地方是蛮大的 我们只是说已经准备了200份午餐 但是我们欢迎大家参加 对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那么其实我是觉得 很多人会觉得说 讲到癌症 大家都会觉得说 是好像只有让你的这个 整个风云变色的一种疾病 但其实大家现在生活中招 被癌症影响的范围 其实是很广大的 那现在有很多的 我们的医学科技非常的进步 有很多的一些这种预防的 一些知识还有方式 可以帮助大家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 座谈内容里面 您请到什么样子的专家 可以帮助我们的民众呢 是我们一共有三个讲座 早上第一个就是讲 怎么样衰减 什么是新的发展 衰减的新发展 所以有圆圆医生 他也是博士 他要讲这个乳癌的衰减 那第二位是 也是doctor 是Dan Ross 他会被翻译的 那他是讲肺癌的衰减的发展 那第三位呢 是UCLA的真刚博士 他讲这个前列腺癌的 这个衰减发展 他事实上 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 那听说是非常有效 不是像原来的PSA 比较没有效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大家都应该学 然后第二个panel呢 第二个部门是讲食物跟癌症 就是平常日常的一些 就是你这个保养养生方面 可以做什么样子的预防是吗 对可以这样讲 因为还有就是说 第一个是就是食物跟健康 第二个是讲这个中国的药草药 跟肝癌怎么样 有没有效怎么做 然后第三个是讲孤菌 因为我们中国人很相信林芝 所以到底真的是有效吗 对 到底有没有用 为什么有用 因为是几百年的 几千年的吧 所以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怎么样用 怎么样有用 怎么样有效 为什么有效 这个就是陈士军博士会来讲的 是的 那下午呢 我们就是讲保险 因为很多癌友 他的问题就是保险 没有保险怎么办 或是保险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请了专家 来讲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你们请到的专家 包括的这个范围非常地广泛 从这个检测 就是你每年的筛检 然后到这个治疗的方式 有什么样最新的治疗 另外呢 从你日常生活中的保养 你一些平常所服用的保健品 到底有没有效 是不是以二传而 那还是真的有 这方面的这个保健效果 一直到说 你在这个实际问题上 财务方面 如果你是罹患癌症的话 怎么样可以帮助你 所以你这个范围非常地广泛 也帮助到所有的民众 如果这方面呢 那有没有机会提问呢 就是说在这个座谈的当时 有 有可以提问题 而且呢 另外我们会就请 不同的单位呢 在旁边有摆桌子 所以说呢 两点钟以后 我看也是可以 或是中间休息的时候 也可以去问他们问问题 然后希望曾有提到说 希望也找一些医生呢 也在旁边摆 不同癌症的桌子 让民众来问问题 所以我们觉得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很难得的机会 非常难得 那相信呢 我相信大家 一定会给大家很多的帮助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 您也是以这个义工的身份 来承办这次的这个活动 那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也非常谢谢您 但其实我知道说 您是跟这个美国癌症协会 一起合作来主办 类似像这样的活动 那么除了这次的活动之外 其实您之后还有一些 陆续会有一些 更多的活动来服务我们的华人民众 对吗 是的 是这样子 我们跟希望曾今年是第二年 合作教育的讲座 那我们主要的活动呢 是生命接力 生命接力是24小时的活动 是的 就是很多人都能够组队来参加 然后来学 然后也是娱乐啊 都有这样子的 像一个游园会一样 用一个更正面的态度 来这个接力这个生命 尤其在 尤其说家里面有 受到这个癌症影响的时候 对吗 对 而且我们因为第一圈是接力嘛 一定在走步嘛 那第一圈呢 就请癌友来走 这样大家就会看到 有这么多人可以存活癌症 所以我也可以存活癌症 还是跟别人讲 去影响别人跟他讲说 你也可以存活癌症 如果你得了癌症 你能够怎么样找到帮助 然后你一定可以存活 你要努力的去反抗 就是说是你找到一个 自己的社区来支持你 这个抗癌的这个勇气 跟这个更正面的态度 相信可以帮助你 就是不管说是 你的家人也好 或是你自己也好 面对这个癌症呢 可以更乐观 对对对 非常谢谢林女士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带给我们这么重要的资讯 也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 是的 谢谢 谢谢您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